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老李居家DIY 今天我要把车库门的开门器的电池更换一下 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 车库门打不开了 这个是个车库门的开门器 是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打开车库门 这里面是有电池的 之前我也从来没有换过电池 今天正好我把电池给它更换一下 有可能是密码可能按乱套了 怎么样的反正最近车库门打不开了 我今天准备重新设置一下开门器 重新设置一下密码 并且把这个开门器里面的电池给它更换一下 所以这下面是个电池盒 这个电池里面显示一个向下的标志 把它这个电池给它拿出来 它这个下面有一个孔 用这个尖软钳把它顶一下 挺紧的 好 这样 底下给它撬开以后 再往下一转 它就下了 你看这里面有个电池 在里面 这个电池好几年了 我从来没有换过 今天把这个电池给它换一下 这是一个9V的一个方形的电池 在这边是有线连接的 这边是有线连接的 打开 好 这直接的一个电池的这么一个连线的接口 换上新电池 这边是 这边是 有个大小头 就能放进去就好了 扣上 今天的烟光太强烈了 我看不见这个是不是有电啊 装上新电池 盖给它扣上 这给它 插进去 首先给它扣上 下面一压 这样 就好了 这块呢 是防雨的 平时不用的时候 把它壳上 下面我们重新设置一下 这个开门器的密码 因为现在原来的密码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打不开了 可能给N乱套了 这里有这个设置的说明 因为这个是前前前面的 我也没有它的说明书 就看这个 看这个说明更换 如何设置这个PIN number 就开门的密码 我们给它拍张照片吧 字太小 看不清了 拍张照片 再给它翻一下 更加精确一些 直接就翻译了 这需要我们这个车库门的电机 车库的开启器 那个电机的那个 要进行一下设置 跟它呼应对应一下 才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家的这个 车库门的那个 电机的控制器 这个牌子是Lift Master的 这个牌子 我见过好像很多 都是这个牌子的 比较多一些 当然不同的品牌 可能它的设置方式 还有这种设置 很不太一样 我看这个说明呢 它写的是 在这个后面有个按钮 要把它按一下 它就跟那个控制器 开门器呢 它就是那个对接链接上了 现在呢 就是说 它说在这个电机单元的右侧 或者是背面 灯色 两边 这样 好 这就是这个控制器的背面 紫色的一个按钮 就是这个这个按钮 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跟那个开门器呢 对接上了 我们这可以在开门器上 就是设置这个密码了 就是设置这个密码了 现在我们把它按下去 好 它亮了 看上面有指示灯 它已经亮了 所以有在30秒之内 你要设置一个新的密码 我把这个开门器拿下来了 我这个开门器的话 它那个后面的型号是Model 376LM型号 这个应该是比较老的型号了 所以说不同的型号 它的设置方式 设置密码的方式呢 是不太不一样的 这一款比较简单 它在设置的时候 就在这个电机的后面 那个Purple的那个 就是那个紫色的按钮 按下去以后 它亮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开门器上输入 4位的这个Number 完了 按住这个输入键 按住之后 持续按住的时候 它这个开门器呢 电机会闪烁那么三次 这样你才把它松开 这样呢 你的Ping Number啊 就是这个开门的密码呢 就设置成功了 刚才我已经做的 这一步已经成功了 现在呢 就可以正常的开门了 之前我在外面设计 第一次没成功 我以为离得太远 我就把它拿下来了 离得近的话 效果呢 就是它比较好一些 现在呢 我们把它装回去 看看呢 在门外面 用这个开门器 开关 打开关闭这个门 有没有效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再给它装回去 刚才把它卸下来 这一个大螺丝 我们密码已经设置完成了 再把这个电池也换成新的了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把这个盖扣回去 这样先从下面把它插到头下面一按 这个电池盖子就装好了 新的型号很简单 一扒了就下来了 就把它那个电池盒打开了 这个老型号还是比较麻烦 好 现在我已经密码已经设置完成了 刚才已经在屋里面 实验成功了 现在我在这个外面的门外面的试一下 现在我输入我的密码 按住 现在新型号的话 就是说你关门的时候 不需要输入密码 只按一下这个输入键 它门就是自动关闭了 我这个型号比较老 在你开门和关门的时候 都要输入密码 现在我再开一下来试一下 把镜头挪到旁边 好 输入完密码之后 按一下这个输入键 好 好 现在这个工作正常了 一切正常 密码设置完成了 把这个保护盖给它盖上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